巩固提高部分 这里真正的拖转题 我算你第五题的第二小题和第七题 那么其他问题以后啊 都要算是你设成范围之内应该会的题 你看看你还差多少啊 好那下面来看第一小题 说A和B都是NG非零矩阵 以至A方等于AB方等于B AB等于B等于零矩阵 好这个条件读完 你要对这个题有一个基本认知是什么呢 这道题的A和B完全对称 在条件中的地位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对A有什么结论 B应该有完全一样的结论 这个你同意啊 好那下面看一下条件 以至A方等于A 那马上我们可以有特征值的结论呢 A方 Lambda方等于Lambda 解得叫什么呀 是吧Lambda 它呢一定是零或者一 来这句话怎么解读来着 叫做A的特征值 只能从零或者一当中挑 它取不到别的 对吧 至于能取几个零取几个一 或者是不是全取零或者全取一 这个都不一定 我们要结合其他条件啊 你光看前面这个条件 那圈一是对的啊 零未必是A和B的特征值 但是呢出到真体这个层次的选择 那问题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往往能借助其他的条件 能下定论啊 其实当我看到AB等于零的时候 B和A都是非零正啊 零绝对是A的特征值 你同意吗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在这 这个前面说过啊 就AB等于零矩阵 这里B是不是不是零矩阵 我们讲没讲过 B的每一列都是AX等于零的解吧 所以B你不是零矩阵 你肯定有非零的列呀 你肯定有非零的列 就说明AX等于零 这个方程是有非零解的 有非零解说明什么呢 那就说明啊 我其实你比方说可以 我角度太多了啊 一时都一下能想出好多 比方说Aα等于零α 这个α不为零 是吧 这个叫有非零解 所以零一定是A的特征值啊 或者呢有非零解啊 A不可逆啊 RA小于N啊 所以A有零特征值 就以上都指向什么啊 是不是啊 λ等于零啊 它一定是A的特征值 当然是A的 你也就是B的特征值啊 好 那下面呢 再来看 那一 它是不是 一定是A或者B的 A和B的特征值呢 后一个条件已经挖完了 它就是给我们看零的啊 零这个特征值的 前一个条件 还有继续挖掘的空间 你来看哈 因为A方减A等于零矩阵 来 A是非零阵 你怎么把它和特征值一 给它结合在一起 是吧 我可以把啊 A减E从左边提出来 A等于零矩阵啊 就这部操作 你想到这个题就搞定了啊 那么A呢 是非零矩阵 所以说明什么 A加E A减E I可四等于零 这个其次方程 它一定有非零解吧 因为A 你是非零矩阵啊 你有非零的列啊 所以我这又有非零的解了啊 好 所以 什么叫有非零解呢 那我可以说叫 A减E的行列是等于零吧 什么叫A减E的行列是等于零啊 就说明Lambda等于1 它也一定是A的特征值 就我有原题 一定能够推出 A减E的行列是等于零啊 那肯定Lambda等于1 是A的特征值啊 就这套逻辑 把它搞搞明白啊 所以这里圈1是错的 零一定是 圈2是对的 好 再看圈3 Alpha是A属于特征值 1的特征向量 AlphaB是B的 属于零的特征向量 我跟你说 千万不要拿眼应酬啊 你看完条件 自己写一写 一下就写出来了 你看说Alpha是属于1的特征向量 那么AAlpha等于1倍的Alpha 是不是啊 然后你再权衡一下 这个条件怎么用 包括它怎么就变成了B的特征向量 B变成零 B你肯定要跑A和B的关系里面 是不是啊 而且你要找B的特征向量 你肯定要搞个B在右边 是不是啊 B在左边 那么B A你旁边乘个Alpha 你稍微一倒顾就出来了啊 就这个其实你稍加观察条件 不难推出吧 你推出来没有啊 好 所以这样B A啊 B A右边给它乘个Alpha 等于呢 我自然的换进去 BAlpha 等于多少呢 因为B A是零矩阵 它呈任何向量都是零向量 所以BAlpha一定等于零 而零是什么呢 零也是零乘Alpha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得到Alpha 对于B来说 它是对应零的特征值 没问题了啊 来 所以这个题选的是C 那这个题我们能学习到的点是 你看到矩阵乘法这里 你要还是要想到 只要我给了非零阵条件 那么我对应的其次线性方程组 有非零解 不满志 那么在这一章 我还可以继续推特征值的结论 是不是 这个地方想着啊 好 来过去看第二小题 这个题啊 很灵巧啊 来说二阶十对乘证 二阶好条件啊 小小的矩阵啊 智是一 OK 那么特征值跟二啊 对应的一个特征向量 其实这一句话里面 信息量非常大啊 然后说 问你非其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是多少 OK 那我们还是以中为实 先求一个非其特解 再找一个其次通解 也就是N-RA啊 那等于个R-A的质 其实这都条件都给了 是吧 等于一个 所以说确实 我其次通解这呢 基础解析 只含一个无关解向量 好 那关键是这个题 我怎么梳理 是不是啊 给了这么多信息 我怎么能够用在我后面的解答过程中呢 你可以先把啊 这个条件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啊 发散一下 就你发散发散 看看有条件能推出什么啊 那么这个题中有一些关键的信息点 比方说实对称 实对称矩阵 哎 我就两个特征值 是不是啊 而且我还是不同的特征值 哎 你比方说啊 这个A的质是1 Lambda1等于根2 C对应C1是1-1 是不是啊 好 比方说啊 我这个地方可以结合的点很多啊 我先看到A的质 等于1啊 Lambda1等于根号2 哎 你看啊 A不满质 我又给了个非零特征值 马上说明 A一定还有个零特征值 那两个特征值找权了 是不是 然后再根据什么呢 我是实对称的矩阵 然后我给了一个根2的特征向量 那是不是我另一个特征向量直接由正交就出来了 你随便找和C1正交的向量啊 那其实这个向量呢 也只能是1 1啊 以及它的倍数 K呢 不等于0 就所有和1乘比例的向量 是不是 我都和C1正交 那么它一定是对应0这个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那么这步操作的原理是什么来着 我们在强化训练也说过啊 就只要 比方说我把A的特征值分成两块阵营啊 Lambda1和另外一个N减一重 比方说这个题就两个嘛 Lambda1 Lambda2 那么只要 我说啊 克思1呢 它是这个Lambda1 这个单重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那我们说什么 什么只要和克思1垂直正交 你就一定是另一个特征值的特征向量啊 就这个是 它和我们说 我们就原始定理是说 实对称阵啊 它属于不同特征值的特征向量正交 这是做了个反推 就和你正交的 一定是另一个特征值的特征向量啊 再复习一下 好 那么这样呢 就找权了啊 接下来呢 笨办法是 那你就说 我可以把A反求出来 对吧 总归是可以求解的 但是没必要啊 我们其实这个题条件已经给的很多了 可以试着直接用巧劲把它弄出来啊 来你看 我要找一个其次特解 是不是 找一个其次解啊 找其次的基础解析啊 那么其次的基础解析 我就只要找到一个无关的其次解就行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一个无关其次解 在哪里找呢 它是不是对应零这个特征值的特征向量啊 这是基本常识啊 零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它就是其次的解呀 所以这个题呢 科C2 你可以写一下 因为A科C2 它等于对应零这个特征值嘛 是不等于零啊 所以说 但凡和科C2 呈比例的向量 它都可以做基础解析 所以这个地方呢 AC就错了啊 一负一 你和这个科C2是不成比例的啊 所以你这个不是啊 不能做基础解析 是吧 好 那么再来看哈 旁边呢 找个非其特解 那么非其特解 你要看看的是 啊 A乘上谁 能等于一个科C1呢 哎 你别忘了 根号2这个数字 到目前为止 还没用过 是不是 它肯定在哪里有用啊 哎 那你一想 哦 科C1 我A乘谁等于科C1 那科C1是特征向量的话 那是A乘科C1 等于根2科C1啊 所以 哎 你说A乘谁是科C1 我把根号2除过来就行了啊 你看 就我们说数学啊 一定要写 你不写拿眼看 任何题都很吓人 但是呢 你只要顺着提议 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了 你这不就 自己一看就看明白了吗 懂吗 一定要动笔啊 好 那由此得到 根号2分之科C1 它是A乘科C1 等于科C1的一个解 好了 这样我们就找齐了 一个非其解 是根2分之科C1啊 那也就是 根号2分之1 负的2分之 根2分之1 是吧 就我这个符号要相反啊 对应的是B这个情况 是吧 以及呢 再加上齐通 就K位的啊 就1 2 负1 负1 这个是OK的 是吧 所以这个题呢 通解选的是B选项啊 好 那下面来看第三题啊 来 先把题快速浏览一下 你看大概这个题要干什么啊 要求A加2E的行列式 那我们在强化训练做的太多了 你是不是只要确定A加2E的特征值 那是不是只要确定A的特征值 而且这个题呢 啊 它明显 你看给了什么A B的质等于2 尤其这个条件 一会儿我带你分析分析啊 这绝对是个给特征值的条件啊 所以这个题呢 我们把工作锁定在求A的特征值上面 好 从哪里出发呢 首先 其实A不可逆 已经有特征值了 是不是啊 因为A是不可逆的矩阵啊 所以呢 A一定有特征值 当且紧当 A有特征值 谁啊 0 基本常识啊 好 继续 B的质放在这儿 一会儿应该是哪里有用 是吧 你再看后面啊 AB加3B等于0 来养成一个素养 我开始training你 又开始训练了啊 这就是个特征值的条件 特征值 特征向量的条件 你接受吧啊 你看 我A乘B啊 三乘B B呢 是个一模一样的矩阵 这就长得非常像 特征值 特征向量的定义了啊 AB等于 你把它 把负3B 移到右边啊 AB等于负3B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B的每一列 都是A 对应负3这个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你同意吧 我帮你写开 你好好看看啊 我把B按列分块啊 你注意 B呢 只有两列 然后B是列满支的 能体会 B的列满支啊 列塞满了啊 Beta1Beta2 然后等于呢 这负3 Beta1Beta2 我把B 我把B按列分块 这样能看出来吧 哎 所以呢 你把A乘进去 这不是A BetaI 等于负3BetaI吗 很明显啊 所以A 有特征值 谁呢 负3 是吧 负3肯定是A的特征值啊 因为什么呢 这个Beta1Beta2 它们是线性无关的 线性无关 肯定都是非0的向量 你在写定义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一下非0这个事情啊 好 所以特征值是负3 而且重数能不能看出来 是不是至少是两重 因为它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个无关特征向量啊 Beta1Beta2啊 因为你负是等于2的 所以说你们肯定线性无关了啊 至少有两个无关特征向量 Beta1Beta2 所以说明A啊 这个负3这个特征值呢 它至少是二重特征值 另外A还有0这个特征值 好了 那么A总共这三个特征值 是不是全部都确定了啊 也就是说负3呢 确定了是二重特征值 也不能再多了 你要给0留个位置啊 所以这是负3 负3 0 好 那么A加2E的特征值 继续写 多少呢 是吧 在lamb的基础上 你再加个2 负3加2 负1 负3加2 负1 0加2 等于2 好 那么这样行列式出来了 A加2E行列式 等于负1 乘负1乘2 等于2啊 就这种题 你要在各个角度之中穿梭啊 你就看一看 像第三题啊 是吧 第一题啊 这种条件 我一个什么非零的矩阵啊 满质的矩阵啊 乘在右边啊 这给的啊 都是一些特征值 特征向量的条件啊 好 OK 过啊 来 第四个点 第四个题也是啊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干看 动手写一下啊 A和B是三阶相似矩阵 相似矩阵意味着特征值是一样的啊 它们的特征值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题呢 虽然给的 你看有A的特征值的信息 有B的信息 是不是 但其实你可以合在一起啊 就是lambda1等于1 lambda2等于负1 好 那么第三个特征值 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列式 来你看准啊 这个特征值是2还是-2 -2 有没有写2的 写2这个题一分没有啊 对吧 太惨了啊 为什么 因为你看 如果是lambda1 应该是-A 对吧 加A 你其实可以扣住 A加2E 行列式等于0 那这个你就能看明白啊 我是A-lambda1 对吧 所以这里的lambda呢 是-2 OK 这是三个不同特征值 对于三阶方阵 我们找全了啊 是A-B 所有的特征值 OK 好 然后下面要求这个行列式 还是那句话 你不要光看啊 你自己 你不想把A提出来吗 想 那你就提啊 A加2AB 我们从左边 把A提出去啊 这样剩下的是 1加2B 这个形式 来 当我写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看没看懂 这个题要干什么 是不是豁然开朗 啊 对 两个矩阵 乘机的行列式 等于行列式相乘 A行列式 乘1加2B 这个行列式 那A的特征值知道了 B的特征值知道了 那么这个其实属于FB吧 就我B的特征值有了 那么我B的多项式 这个一次式 我当然也能出 它所有的特征值 是不是 那这个结果 你是可以直接算了啊 A的行列式 等于把A的特征值 全部相乘 等于2啊 再乘1加2B 你可以先把特征值 给计算出来 为 你那这个怎么弄呢 是吧 这个B的特征值 是2λ再加1啊 一次的去算啊 2加1等于3 负2加1等于负1 负4加1等于负3 好 由此得到33得9啊 乘上个对吧 就负负得正啊 29等于18 这个结果 看这个题呢 比较简单 只要你敢于尝试 你就敢拿这个分 嗯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五小题 这个第一问算是常规啊 A等于0的话 这又是给了三个特征方程啊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三接矩阵A的 三个不同特征值 是不是求出来啊 好 由A等于0啊 得到A它全部的特征值 来一次看啊 这都是用A去减 模板再套一遍啊 A减λE行列是等于0 符号看准 所以第一个是1 第二个是2 第三个负1 A加3E行列是啊 这太重分了啊 A加3E 是不是先求求特征值啊 就做抽了这个题型啊 这样λ加3 好 1加3等于4 2加3 5 负1加3 2 那么A加3E行列是等于把它们相乘4乘5乘2 结果等于40 好 关键是第二问 这个出发 有点东西的 嗯 哎 我说这个行列是都等于2 你可能现阶段除了能想到它们是可逆的 是吧 想到1-2-1不是A的特征值 你可能想不到更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我们这里是需要把这个行列是求出来的 那么下面呢 我带着你谈这么一套逻辑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题怎么去捋这个逻辑 来 先看目标 我们这个题你要求A加3E行列式的值 只要确定A的特征值就行了 是不是 那么A的特征值是随着什么的确定而确定呢 它的特征多项式啊 对吧 只要我把A-lambdaE 这是个三次多项式啊 关于lambda的三次多项式 你把它的形式能确定了 那lambda绝对是可以求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题我们的目标是 你要确定A-lambdaE行列式的表达式 那么问题是这个多项式 它从这个等量关系中怎么看出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特征值lambda 它是不是叫特征方程的解 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它 它是作为一个方程的解 把它解出来的 那放到这个题里面 这是哪个方程的解呢 是不是叫这个 叫A-lambdaE行列式啊 等于2 是不是相当于我解这个方程 这里我能看到三个不同的解 是不是啊 负1 2 负1 而且呢 这个方程 它一定是有且只有三个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三次多项式啊 这是个三次的方程 所以说呢 你左边把它展开 关于lambda多项式一写 这是三次的啊 那你解出来肯定就三个根 全有了 对吧 1 2 负1 带进去 让方程成立 这能捋出来 是不是啊 好 这就说明了 它是这个多项式方程的三个根 好 当我说 你G的lambda次方 这个多项式不就确定了吗 是不是 G的lambda 不是Glambda次方 就Glambda 这个多项式就确定了 它确定了 它等于A-lambdaE行列式-2 那么这个行列式 那么这个行列式 是不是也确定了 好 你可以稍加暂停 评一评 刚才我说的事情啊 就你把 我这里已经把逻辑给你理完了 把它评一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开始写步骤 解 那这道题 由A-E行列式 等于A-R一行列式 等于A加E的行列式 等于2 那我们呢 Ling你就直接带 根据我上面的带法 Glambda 等于A-lambdaE行列式-2 等于0 那根据原式 是否得到了它的三个根啊 12-1 带进去 能让这个等式成立啊 好 所以Glambda 等于负的三个根啊 带进去 Lambda-1 Lambda-2 Lambda加1 然后你把它打开 这个多项是完全确定了呀 负Lambda三次方 加2Lambda方 加Lambda-2 而这里A-LambdaE行列式 不就来了吗 它等于Glambda 加1 A-LambdaE行列式 等于 Glambda加2 Glambda加2 好 这样等于负的Lambda三次方 加2Lambda方 加Lambda 还不难音试分解了 是吧 等于负Lambda 乘Lambda方 减2Lambda减1 好 那我们要求A的 全部的特征值 那就令特征多项是等于0 是不是 这个常规操作吗 令A-LambdaE行列式 它是负Lambda Lambda方 减Lambda减1 等于0 好 由此可以解得A的三个特征值 一个是0 另一个 你解这个一元二次的方程 得到一加根号2 和1减根号2 好 那么继续 A加3E的特征值呢 你是不是再加3 3 4加根2 4减根2 所以A加3E行列式 把它们的特征值相乘 3乘4加根2 乘4减根2 最后结果是42 好了 来 这是整体过程 你可以截个图 好 以及上面 我给你打的 你就把这个逻辑评清楚 刚才我整个讲的还是清楚的 但是需要你对特征值 它的什么特征多项是 特征值怎么求的 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你首先要扎实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上推一步 这个题还是有点东西的 提会 第六小题 这个也比较简单 A是三接 十对称矩阵 那么它一定可以对角化 有一堆的特性 它的特征值 λ1等于0 λ2等于λ3等于1 好 全都给了 然后α1和2是A的 两个不同特征向量 没说是不同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只是两个不同的特征向量 然后呢 又给了这个等式 其实啊 如果是你的话 你看一看 α1加α2 你能等于α2 那你说我这个乘进来 α1加α2 是不是 你说我只能对应什么特征值 那他们既然你要对应0或1 那肯定是 我要等于α2 那肯定是0乘上α1 加上1乘上α2 不然还能怎么弄 是不是 所以这样呢 等才能等于个α2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基本可以断定 α2是属于 A这个 属于1的特征向量 α1是属于0的特征向量 所以α1 α1等于0 但是你这样证明呢 当然你其实不是特别的严谨 就因为 那为什么不能有别的情况呢 别的情况 我就不能出来这个形式吗 所以呢 严格的说法是 你要把反面的情况 全都否掉 所以呢 就像答案这样 那这个所有情况 我们是比较好 美举和穷尽的 就第一呢 如果α1 α2 都是0的特征向量 那么你一乘 你们线性组合 也是0的特征向量 等于0 不等于α2 是不是 因为α2 是非0的向量 你这样一个个说清楚 那α1 α2 都是1的特征向量呢 那么你α1加α2 也是1的特征向量 那这里呢 α1加α2 对吧 等于α1加α2 但是它不等于α2呀 是吧 因为α1不等于0 你这么一加的话 它肯定有这个不对 好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情况 是不是也排除啊 好 那么再来 α1它是 如果是α1是1的 α2是0的呢 也不对 你这样一加 就是算出是α1 对吧 那么直到α1是0的 α2是1的 因为你已经把 所有其他情况 全部排除了 你最后一部写它 就特别有说服力啊 这是一个最标准的 证明过程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问哈 第二问让我们找 AX等于α2 这个方程的通解 那我们可以走一个解的结构啊 那我们说通解呢 等于是不先找到AX等于领其次的通解啊 然后呢 再加上非其的特解 好 那么A乘上谁等于α2呢 其实想必你也看出来了 就是α2嘛 是不是α2是它的一个特征 对应1的特征向量啊 所以由Aα2等于α2 是不是啊 那我1特征向量 你看就说白了 特征向量中 特征向量和解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 我从特征向量中往往能推出一些那解的这些东西啊 所以α2它是AX等于α2的一个解啊 下面该找其次通解了啊 那么要确定其次的这个基础解析是吧 其通呢是要找啊 加菲奇特啊 其通我们要找基础解析 那么关键是确定 先确定质啊 先确定N-RA它到底是几个啊 那这道题呢 N啊 A的列数是3啊 A的质呢 哎你看 A呢 它是有两个非0特征值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A的质是几呢 你不能直接说A的质是2啊 就我们说 你非0特征值有两个 A的质不一定是2 但是如果A可以对角化 那就不一样了 质等于非0特征值个数 是不是啊 那么A一定能对角化呀 因为你是实对称矩阵啊 所以呢 你可以啊 用一下对角化 是吧 我知道A呢 和011相似 我自然能够推出 A的质是等于2的 你这样写就比较既简洁又严谨 你就不用啰嗦半天 说实对称阵啊 它的非0特征值个数和质相等 你直接哎 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我写个和对角阵相似 那么你们质相等都是2啊 那么N-RA A等于3-2等于一个 哎太好了 基础解析啊 我只要一个无关的其次解就行了啊 那么因为Aα1 你看一下第一问 搞的不就这个东西吗 Aα1等于0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非0的其次解啊 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基础解析吗 所以直接答 Aα1你作为一个无关其次解 你直接是AX等于0的基础解析 好所以通解你用结构一写就行了 AX等于α2的通解啊 的通解呢 是其次通解啊 K1啊 Kα1 再加上α2啊 任意的K属于R 所以第二问呢 走一个纯粹的解析啊 也是利用了特征值特征向量 和解的一些关系 是吧 当你一个方程啊 它的右端向啊 常数向 它是特征向量的时候 那么你往往可以根据特征值的 特征向量的定义 去求出它的一些特解 是吧 这个事要知道啊 然后0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这会意味着其次解 就这些基本常识 必须要有啊 好那下面来看第七题啊 说呢 这其实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结论 这里去证一下 平常还是啊 不影响你直接用啊 没问题 好 那么λ1到λn呢 是A的互E的特征值啊 那么 这N个特征向量呢 是A对应这些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让我们证明一下 它们都是线性无关的啊 那因为线 不同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线性无关呢 一般书上只给了一个基础的结论 就在这啊 你再看一下 就我们先证了 这个叫A的属于不同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线性无关 这个证明过程还是要知道的啊 这基本的常识啊 好 那我们先过一下这个证法啊 α1α2是A属于不同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我们要证明它们无关 无关怎么弄呢 线性组合 等于是A等于0向量啊 然后呢 两端以A做成 是吧 就两端呢 我用A去做成 就这样 我们要证它线性无关的话 是不是叫 你只要说明啊 这个K1K2只能取0 必须取0 我们就能说明它们线性无关 你从哪弄0呢 既然你是特征向量 我们就用A在左边一乘 用好你特征向量这个事情啊 这样呢 你用K1啊 λ1啊 Kiλ1啊 把它线性组合起来 这是第一个式子 在干什么呢 你在某一个式子等号两端呢 在啊 你就你在原来这个线性组合的式子啊 两端同时成λ1啊 就乘上某一个特征值 这样呢 你就可以削掉你成的这一项 知道吧 我成λ1 那我这两个式子有同样的项 我一做X就削掉了 我会剩下这么一项啊 好 那么你来看看 这是不同的特征值 所以它不等于0啊 那么α2作为特征向量 它不是0向量 但是你们成在一起 必须是0向量 只能谁为0 只能K2为0 你把它再带回到原式中啊 K2为0啊 带回去 那么K1α1等于0 那α1作为特征向量 它也不为0啊 只能K1为0 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让它线性组合 等于0向量 两个系数只能取0 必须取0 所以线性无关 那么到N个的话 我们只需要模仿着低微 走走低推就行了 就N微它其实就是 你想啊 那我说白了 我们是这样推 就属于两个不同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线性无关 那么基于这一点 那我是不是属于三个特征值 我再加一个 也线性无关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证明逻辑 你就会觉得 知道在干什么了 用归纳法 那首先对于一个特征向量 它肯定无关 这很废话 是吧 那我们呢 把刚才呢 那个两个的证明 去做一个推广 推到NK个啊 那假设前 可以减一个 也是线性无关的啊 那么下面呢 证明我再多一个啊 不同特征值 它的特征向量 也是线性无关的 那又来了 叫做设 有一组数 使得线性组合等于0 是不是 然后下面叫什么来着 再来一遍 叫证明这组数 只能取0 证这组数 只能取0 必须取0 就叫线性无关 那一样的 你既然利用了 这叫特征 值特征向量 你左边用A去乘啊 两端左乘A 那么你画一画 你看这样没像 你看又来了 跟刚才特别像 是不是 那你这个Li 乘λI这个系数 乘上每一个αI啊 好 然后呢 还是那句话 你想消掉一下 你消谁呢 注意啊 这里讲究一下啊 αK是后面的 前面K减1个已经线性无关了 一会儿要用呢 是吧 用它去消系数啊 所以呢 你为了把αK消掉 两端同乘λK 明白这个想法了吧 你再两次做差 αK又没了啊 那前面你一整理呢 这α1到αK减1 是K减1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我们在我们的假设之下 那么系数必须取0啊 又因为你们是互异的特征值 所以说呢 你这些λ这些 λ这些都不等于0 只能靠谁为0呢 只能靠L等于0 是不是 然后再往回带 你看无关 正无关都是 正出0就往回带啊 带到最初的这个式子当中 从L1到LK减1 全是0了 只剩下最后一项 LK αK等于0啊 那么αK非0向量 L怎么样呢 肯定取0啊 由此所有系数必须取0 那么线性无关 所以这个方法呢 你要是直接凭空想 不好想 但是如果你有前面的基础 愿意尝试往上递推的话 那这个道理就很明白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其实主要是用一下第一小题的结论 那么AB是N接方整B的行列是不为0 如果说这个方程的全部跟互E 好 那么这种方程呢 我们之前还没怎么讲过这种题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点像特征方程 但是又不是 是不是 特征方程呢 是一个矩阵啊 某个矩阵 减LambdaE 这个行列是等于0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两个方程 它可以互相转换 是不是 那我只需要怎么样呢 我把这个B给它提出来 哎 你看 因为B逆 B的行列是不为0 所以B是可逆的矩阵 是吧 所以呢 B啊 它是可逆的矩阵 那么我就能把 我只要乘上个B逆 我就提出来了 是不是啊 因为呢 这个A-LambdaB的行列是呢 等于啊 你呢 首先它是等于0的啊 等于0 我们才能够说啊 那你呢 就等于一个 我用B的逆去乘 也可以 是不是啊 因为你这是非0的数啊 我再乘啊 B的逆 行列是也非0 A-LambdaB 好 你把它乘进去 这是B逆A-LambdaB逆啊 当然你这里呢 你把B逆乘在右边 也可以 这个都一样啊 好 而且这减去LambdaE啊 减LambdaE 好 所以你两头这样看啊 0-B逆A等于LambdaE 是吧 这不就是一个 关于B逆A这个矩阵的特征方程了吗 是不是 而且你看它的全部根 我Lambda带进去 满足这个方程啊 那其实当且仅当Lambda带进来呢 它也满足这个式子啊 就这两个方程是同解的 就是你这个数嘛 可有可无 对吧 把它约掉啊 所以说呢 这个啊 这两个方程啊 多项式方程 它们都是同解的啊 所以LambdaE LambdaE一直到LambdaN呢 它也是B逆A的护E的特征值啊 就你是护E的根 那么你就是它护E的特征值 好 那么又来了 Alpha呢 是它的非灵解啊 那其实说穿了还是那句话啊 就因为呢 A-LambdaI B AlphaI等于0啊 这个就 如果我说啊 你看如果我说 Alpha是你的非灵解的话 那其实呢 我马上就可以推出 来 我把你右边 是不是成个B逆啊 B逆A-LambdaI B AlphaI啊 它呢 也对应的是 这个B逆A啊 好 往下写啊 直接推出啊 B逆A A-LambdaI E 是吧 是这个方程啊 AlphaI 它呢 也是等于0的 也就是说AlphaI呢 也是这个线性方程组的解 哎 那这不就在解 B逆A的特征向量吗 是不是 哎 所以说AlphaI呢 你可以这样说 它也是 B逆A啊 减LambdaIe Ix等于0 这个方程的非灵解 好啊 其实说实在的啊 这两个方程呢 其实是同解的 其实是同解的啊 因为你给这个矩阵 你看啊 我右边呢 乘上一个可逆的矩阵B 是不是啊 可逆的矩阵B啊 那你说B逆A啊 它是在干什么呢 我是不是用可逆矩阵 从左边乘A 是不是啊 我是不是在对A做航变换 哎 又梦回第五章啊 我这叫左航右列啊 我对A做航变换 那么系数矩阵原来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对它航变换之后 那是不是初等航变换 我这个矩阵是同解的 所以其实我双向腿都没问题的啊 好 那么总归呢 我AlphaI是你这个矩阵的解 我这个方程的解 我就是你后面这个方程的解 那么是这个方程的解 叫什么呢 叫做啊 那极是吧 极啊 这个Alpha2呢 为啊分别啊 分别对应LambdaI的特征向量 从这个角度去切 它们线性无关啊 那么由1Alpha1到AlphaN线性无关 好 再捋一下这个题的思路啊 就是我给了一个有点像特征方程 哎 又不完全式的形式呢 那么你其实可以通过 反正零嘛 零是很宽容的 我给它乘一个什么非零的行列式啊 对吧 我这始终是相等啊 然后你把B逆成进去 你给它强行构造出一个特征方程 那么它们根都是一样的啊 我满足这个等式的啊 原等式的Lambda 也满足我构造后的等式啊 就LambdaI到N啊 就是它的互翼的特征值 那么特征向量呢 也有这个同解方程啊 从而呢 AlphaI是属于不同特征值的特征向量 它们线性无关啊 可以再把整个逻辑梳理一下